最近在跟阿峰一起搬家 结果翻出来一堆这么多年 你咋还在这儿的东西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就不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 然后我买回来的东西 我就会有一种非常病态的执着 就是我一定要把它用完 就是一定要用到不能再用为止 咱就是说主打一个什么 万物皆可贴皮 所以今天就是一起老东西分享 好吧 就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在我身边待这么多年 提前声明 本视频全程没有广告 就没有任何日用美妆平台 会找我这样的人来做推广的 好吗 你们看完了就知道了 首先咱们就是先说这个化妆品的部分 我的化妆品 如您所见 总共就是这么一包 就这么多年也没有增加或者减少 这个包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2017年的夏天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当时我刚刚高考完了 然后想要跟朋友一起去维州岛 然后当时就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包 现在是多少年了 朋友们现在是24年 这个包我用了7年 而且我觉得它7年之后的状态 跟它7年之前没有任何差别 又贴水又防水又便宜 我真的我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把它换掉的理由 然后就是这个腮红 可以看到这上面的标都被我磨完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现在就是说还能不能买到 但是这个雕花 我都还没有把它磨下去 就是这一块我就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 才能把它就是说 用到可以换的程度 但反正我现在对腮红这个东西 就是一点诉求都没有 因为咱就是说 你打腮红的这个根本目的 不就是为了让脸上有点颜色吗 这就已经足够了呀 这我感觉我起码 五年之内这一块应该是不会用空的吧 所以大家就浅浅预测一下 我五年之内应该也是没有什么买腮红的需要的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适配你的修容 这里也有一块铁皮的 这个修容我是之前用他们家那个大的圆子那个 就那个也是跟前两个一起买的 2017年买的 然后大概是可能一年前 就那一块已经铁皮的有点开始往下掉了 然后我就买了它家就是这个升级版 但是才就是说搞笑的地方来了 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虽然我化妆不多 但是它这个升级版没有它老板的那个好用 但是我还是坚持在用 我就是觉得我得把这一块用完 我才坏新的效果 做完了化妆品的部分 我们再来说说衣服 就是服饰 首先就是这条围巾 这条围巾到我手上的时间是2019年 当时我正在白自然打工 就是当时冬天我们上班嘛 然后进公司以后围巾帽子就全部摘了 大家都是放在一堆的 然后那天我下班的时候 就是我找不到我自己的围巾了 你懂吗 可能就是被拿错了 因为就是相似的围巾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我就把这条当作代替拿回来家 从那以后就变成了我冬天可能必备的一个东西吧 虽然不知道是谁的围巾 但是我真的谢谢你 这位朋友他真的很好 他真的很美好 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除了围巾以外就是什么 就是大衣 虽然现在那件大衣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但是我前段时间去上海跟小学玩的时候 我还穿了那个大衣 那件大衣是阿峰的 它大二买的 然后穿了一年 到了我的手上 就我们谈恋爱的这三年 我就一直在穿 穿到就是那个里面缝的那个兜 破了两三次 然后扣子也是缝了两三次 就感觉它实在是已经破碎到不能再破碎了 然后之前这两天 跟阿峰逛节的时候 就买了一件 差不多一模一样的 咱就是说 主打一个替身文学 好吧 我身边所有的东西 哪怕是用到不能再用了 哪怕是把它扔了 我也会搞一个替身回来 然后衣服这个部分 就还有一件 这个黄色的这个大衣 还有一个这个粉色的风衣 我大学有一段时间 就大二的时候 非常迷恋Random Pace这个牌子 然后当时就也很穷 新的买个起 然后就在 逃了这两件 这个风衣好像是一百块钱 还是一百五 然后这个大衣 全羊毛的 我倒是在 200块钱 从大二一直穿到现在 不知不觉 它已经在我身边待了 六年的时间了 六年啊 我的天哪 我这看到它的时候 我就感觉 好像也没有过那么久 但是为什么 突然他们两个拿出来 就像老古董一样 衣服说完了 我们来说什么 鞋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一年来 穿的最多的衣服皮鞋 这个咱就是说 这前面 这个已经被磨掉色了 然后它这个底 它已经掉过一次了 然后我现在在学校 花了五块钱 让它给粘回去了 粘回去以后 它又不知道哪天 可能它自己 就是旁边又松开了 但我平时穿的时候 肯定是没有感觉的嘛 直到前几天穿它 去考科迷赛 就是下大雨 然后它漏了 我的袜子湿了 我就知道啊 这个鞋 可能要受众正情了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套鞋 它可以搭任何裙子 任何裤子 反正只要是你平时 日常穿搭 我觉得这一双 我真的 我可以穿到天荒地老啊 如果不是它 就是牺牲的这么快的话 然后我就干了什么呢 朋友们 没错 我买了一双一模一样的 新的 一模一样的 回来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这个年纪上来了 所以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而大大的降低了 但是我真的 就是很想 把我身边的东西 就尽可能长久 留在身边 但是不是那么轻松的一件事情 咱就是说 朋友们 压轴重磅的东西来了 相机 我现在觉得尼康 可能都已经停产了吧 就是D530 就是我2017年 买到它的时候 它已经在第一任主人那里 路过了两年的时间 这个镜头 这个50毫米镜头 是我后来自己装的 但是这个机身 咱就说 从2017年 一直到现在 2024年了 7年的时间 再加上之前的两年 一共9年的时间 这个机身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按了电池就可以用 哇 我就 我用它拍空了 两张32G的数分卡 我每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我都会想 7年啊 它在我手上7年了 我感觉 你身边有什么人 是可以陪你陪7年的吗 身边可以陪你 陪7年的人 都不是很多吧 但是这个相机 在陪了57年 就是心里有种 五味杂陈的感觉 那因为我本身是摄影师嘛 所以就是这个 关于相机的行情 如果多少还是直到眼的 我也知道 现在不是单反的年代了 现在大家都是微单嘛 就有好几个相机品牌 他们的那个单反线 都已经停产了 台客客人说 我也会感觉 就这个相机 它性能上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不够用 但是我还是不想换它 我有想换相机的那个念头 但是我不想换它 你懂吧 就我不想换它 我可能你如果给我一个新相机 我也会用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 把它给丢掉 我没有办法把它放到柜子里面 说的稍微矫情 说的稍微煽情一点 感觉还真的 它已经变成我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我现在我整个人 我除了我这样 五十多公斤的一个肉体之外 还都长着一个这个东西 在我身上 但是我先上银行 我没有练木屁 我真的不是练木屁 我只是 就是我对一个东西 我只是会有一些感情 在它身上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消耗品 什么纸巾 这些不算 但是只要是我在使用的东西 我就没有办法 给它设定一个实线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 有这些东西在我身边 我现在就是对什么 这个十一 那个十二 就那种消费主义狂欢节 你的耐受度比较高 因为咱就说 我觉得如果你是经常去用 你身边的旧东西 然后你经常去维护它们 经常去照顾它们 你就会发现 你其实并不是那么需要新的东西 就是你可能想要 但是你不需要 就在这一块 我是分析很清楚的 我可能会想要一个新相机 但是我知道我并不需要 因为我有它 所以就 我其实是不会为了 我想要的东西买单的那种人 就也不知道 这个是好还是坏 我目前来说 我真的觉得 我需要的东西非常少 然后当我需要的东西少的时候 活着这件事 好像就变得稍微轻松一点了 OK 那么今天的旧物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2024年都能够 遇到可以陪伴自己很久的东西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是要对我来说 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种体验 拜拜